大家好,我是阿里琴的小蝙蝠 小蝙蝠们是位处于四川西餐 参加北清活动的第二天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活动现场是什么样的 今天晚饭我们会在这里进行研究各种大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些小玩意儿 其实我还蛮感兴趣的 这里有一个神州飞船的模型 可以体验的 这个太空兔呢要200多块钱一只 嘿嘿好想要的 然后还有我比较喜欢的这个行李箱小巧 我家里面都是大箱子 这个比较适合我呀 遗嘱的各种服饰和首饰 这个是在做什么呀 银泥在做银饰 啊银饰是用这个做的吗 这个也可以做的 这个是现在比较新型的一种第二外产料 好吧又长建设 然后还有比较喜欢的是这边的帐篷 就对这些副外用品会更感兴趣一点 我刚刚在想我要不要背一顶这样的帐篷 到时候在车上拿下来就不怕淋雨了 非常大 来了 就是他可以除了睡觉以外还能放桌子啊 太大了 对我来说不怎么用得上 家庭用炸 没事 我小个李先说小李通完之后我找馆长 馆长完了之后海蒙点 海蒙点完了再要轩人 然后我去 我去 我去 我去是要第一个 因为你长得最漂亮 看一下他们用的直播的设备 简直是没法挺 咱们看我们的斯坦尼康真人 哈哈哈哈 这是已经开始了吗 马上 OK吗 我脱业流吗 这男士他们在直播 这专业的直播 因为大家说 小公里有种两种爱生活的 名字 很可爱这个 名字哈 咱们北征月也其实我觉得 也有这样爱生活的一种情怀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他紧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吧 来 恭喜你 小姐姐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好 来给您一个多好 早早 对 下的时候一下 要一个 一下子不是那么贵 然后 夜夜的地要很好 走很多路都在去 走很多路都在去 所以这一大小就 看到了美国路 真的都很美好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爱生活 爱女友 那除了我们说驾驶的车 比如说平时 比如您这个 您搬过去哪些路线 我现在是在走全国 每一个全新的打卡 真厉害 那现在大概走了多少了 106吧 哇 106个城市 感觉比我第一团看到多了还多 哈哈哈 那第一团那多吗 真的还早 那您觉得在驾驶每个月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们来到哪一条路线 您觉得真的非常畅 你能给我一种非常好的感觉 你觉得越野车确实不一样 对 其实我是属于那种 比较爱跑那种先进小路 就是我不太喜欢城市生活 我是喜欢那种越烂的路 可能给我感觉越深 那这车真适合了 对 所以这个车是 就感觉是良心打造的 因为你其他的车就是那种 通过性能太低了 它没办法 就听过很多就是驾驶越野车的车主跑路在聊 就是我们出去自驾 咱就不找有好路的地方 对 就是哪的路相对的小石子 一定路比较多 我专门就去到 对 不然我为什么要买个野车 为什么我要去自驾路 要跑高速的话 其实到哪都一样 看不出区别的 所以说其实刚才我们通过 跟您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也真的是感受到我们平时 比如说驾驶着我们北的越 在路上 这种一路热爱生活 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那朋友也感谢您做客 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 谢谢 还有很多的问题 没关系一会在中间 因为我们下来再聊 还会继续的切磋了 好谢谢您 谢谢谢谢 拜拜 好吧 虽然平时我也做直播这一块 但刚刚我确实尴尬了 因为他们的镜头不是朝着我自己的 平时习惯了朝着自己的镜头 他们的器材太专业了 使我感觉到有点怕怕的 其实想想也没什么 好吧 平常心 平常心 我在努力的成长 毕竟以后我也是要面对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的 哎呦 臭不了脸的 好了 休息后差不多可以吃饭了 要准备开始用晚餐 我的装熟席位 这个呢晚宴是准备开始了 我就很好奇他们这直播 设备 真的是专业到一定地步了 想想我平时的 然后再看一下人家专业的 觉得瞬间自己训练了 不过团队操作和个人操作呢 差别本身就是很大的 我还是很优秀的 我还是很优秀的 你 而月软我们都知道非常的珍惜 那这一次的亮相也是非常的宝贵 而这份荣耀是属于我们北京越野的每一位车主 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好好的来感受 另外也特别感谢国家国务馆的大力支持 我们缓缓的来到我们的舞台 现在是月软 来到我们的舞台的麦克風 接下来呢 还将带着月软一起走向舞台 我在现场的朋友知不知道 在全世界拥有月软的 只有咱们中国和美国 而咱们中国拥有的月软特别不一般 因为咱们拥有的是月球背面的月软 这是全球移分 属于中国人的骄傲 好 我们的月软和月软守护者正在想不想来 这是扮演鲁自身的 来 完了 真的是要所有人都可以竖起大拇指的一刻 因为在月球上岩石已经非常让人惊叹了 但月软 月球的土壤比岩石还要老实意义 所以月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的 而现在月软就在我们面前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月软守护者 可能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出来 他就是著名演员电视剧水浒传里鲁智深的扮演者 敬松老师欢迎您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还是挺有气势的对不对 您不打算拔棵树啥的 现在都是环保衣服 对对对 咱得重视 再说要拔树得待会儿 说到这个基松老师 其实我们知道 你也是北京越野的车主是吗 对啊 那辆BJ80是不就你的车呀 对 这辆北京80 带着夜长来到今天我们特别神圣的 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 那请两位嘉宾把手放在模拟器上 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跑一起倒数 五四三二一 启动 好 月软缓缓升级 那今天月软就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也很想问那两位 看到月软时候的这个感受 现在的孙书记吧 看到月软就在面前 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非常激动 因为我本人参与了我们 探业工程的查了二号 查了三号的发射 那么我正因为曾经参加过这个工程 所以能够今天见证 我们38万公里之外的月图 月球这个图展 月亮 那么特别激动 上九千两月 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情分 这个梦想 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 在这里我也代表北汽 对我们中国黄千 中国探业工程 科技工作者 所有的探业人员 表示敬意 表达北汽 是我们探业工程 向这个合作的敬意 好谢谢 谢谢 好吧 最后呢大家是 都在看一下这个图展 这个装的龙齿 有点反光啊 实际上 从肉眼是清晰可见的 不能碰 现在从这里拍了 它这个光线是能够清楚的看得见的 最大块 这美食开始了 一大创的 你看大家都给你打个肉 来 从我们解来 我是北京 来自北京海盟 应急局的酸巧师 大家要支持巧克力哈 谢谢 广东野狼族队长轩元 欢迎巧克力的朋友来我们广东做客啊 谢谢 谢谢 北京越野红青羊 希望大家都爱吃巧克力 因为巧克力特别甜 才就是 会发梦 山东司令军团负责人坦克归来 是坦克非比坦克 山东司令军团负责人坦克啊 谢谢 无锡司令纵队 越野越饿的W 天下司令是一家 好 好 乖乖乖乖 好 跪着毕竟司令军团 干 山东司令军团 济南飞队负责人 顾劳 然后 预祝大家 然后都喜欢那个 咱们巧克力 干了 谢谢 北京 彭源地区俱乐部会长 吴春林 巧克力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到北京找我 好使 谢谢 天津司令负责人阿康 欢迎来天津做客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来 再招呼一个吧 来吧 干 荣耀 十个 荣耀 北京 干 我面前是摆的满满的肉啊 我根本停不下来 这东西对吧 这小的 等话 我给你们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